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轟也是對章江晨諺 生涯第三發的拳內打 為球龍隊51比0先持得點 只是說搭著 有掌握到那顆球的 擠球的感覺 郭彥文的狀況好到不可思議 在第一次上來的時候 又是左半邊的安打 標球跑到了紅中 我這一顆球是進到成潔的手套 我的第一球在左半邊 曾子佑接到之後 墊步往一壘來傳 這一球有看到江棍的影子 傳得非常好 完成六傳三的出局 第一速度的變化球 吊中了曾子佑 江少洪把球送到了一壘 黃慧中投出了三陣 連續兩位打者 都被王慧中給三陣掉 訴求來了 帶到左半邊 王順和向後退 最後這個轉身 讓大家有點驚險 不過王慧中在壹局下 還是完成三上三下 外帶兩次 躲三陣 右半邊的平飛球 郭天信在回到壹軍的第一個打席 就出現了安打 把連續安打場次推進到了七場 這都是在二軍 晒出來 哇又一回來啊 第一球左半邊的安打 二局上 這兩位選手要打給所有人看 對 比較低喔 一成一一 需求帶到了左半邊 這飛球最後沒有推進的效果 右半邊的滾地球 越過了吳念廷的防線 看到郭天信 快馬加鞭 要回本壘沒問題 兩成七七 右半邊的滾地球 第一排郭富林沒有接得很乾淨 完了就錯失了可能抓雙殺的機會 滾地球在左半邊 吳嘉明接到之後 傳向一雷阿優 這個彈跳是郭富林幫忙不救的 五二局上半 為什麼對三志安打著串連 比數改寫為3比0 哎呦 衛中這一球有點危險 哇漂亮 就是 低角度的位置還是掉中了魔鷹 第一球出棒 1C的速球 帶到了中外野 郭天信很帥氣的等球落下 完成接殺 哇 所以真的走在了外側 用變速球 三陣掉了杜嘉明 速球來了 帶到左半邊 季鴻撲下去沒有辦法攔到 郭富林 中斷了13個打出沒有安打的低潮 而且這是台岡熊英在本窗比賽的第一安 還是在左半邊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兩位右打者都打穿了劉基鴻的防線 接連的兩支一的安打 讓三局下半 台岡熊英出現了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還是變化球在右半邊 TKV接到之後 傳向櫻壘 台岡熊英在三局下 十分可惜 最後留下了兩個餐壘 沒有拿下分數 4塊球保送 140的訴求帶得很高 在左半邊 王順和在警戒區 完成接殺 春節要來拚二壘的位置 最後是順利的來到得點圈了 王布隆第一球出棒 結果又打得非常的高 郭天信已經喊開所有人了 跟他的前一個打擊幾乎是複製貼上 也都是一球死 對 最後在內側 看到蔣少鴻非常的振奮 王維忠演出了關鍵的三陣 讓熊英又留下了得點圈的殘壘 1樓之後比較內側 出現了四外球保送 1-2的變化球被掃到了左半邊 在王布隆的前方落地行傳安打 李凱威繞過二壘之後推進到了三壘 像深刻的地方 變化球 等於是在揮棒的時機點多停頓一拍 這位置要拿分數是不成問題的 阿文的高飛騎身打 送回了李凱威 第一球出棒 掃到了中左野方向 王伯榮只能追著球跑了 兩出局之後 劉靖雄繞過二壘 繞過三壘 他現在要來衝刺了 劉靖雷把分數送回來了 這一支二壘安打 讓衛熊龍隊5比0 5分的領先了 鑽鑽翼在本屆第七場出賽 壞習慣 嗯 又是打給曾子佑 真的被我們給說中 軟弱的滾低球要考驗王偉忠 接到之後甩下一壘 OUT 今天的一壘一神 姜聰也新生 這個應該不用看太久了 腳掌整個都合下去球才進 這個PTT又瘋狂 王伯榮看到那顆好球講的話而已 這邊抓到了 王伯璇最後是在累肩成為了球下王魂 這個棒球場實在好懸吶 往往就是你在出局之後就會出現安打 王偉忠連續兩個半局都有保送 第一球出棒打得非常的高 右半邊李凱薇追過去完成接殺 第一球出棒 打高了在左半邊王順和 迎向前來完成接殺 右半邊的滾低球 越過了一壘手的防線 郭天欣在解禁後的第一場比賽 兩隻安打了 左半邊的平飛安打 今天只要天哥有安打 鎮宇就跟上 解禁二人組今天都是兩隻安打 右半邊的平飛球 被趙佳掃出了安打 他所熟悉的拉打位置 三點上的跑者郭天欣要回來得分 為熊龍隊再次該切比數 6比0 右半邊的滾低球 郭富林即便撲下去 還是沒有辦法把球給攔下來 而且張振宇魚要飛撲式的回壘 徐明本季第22場的出賽 第一球出棒 越過了二壘的領空 又是一隻的安打 現在壘上的張宇佳要拚本壘 微熊龍隊在6局上 把機關槍端出來 砰砰砰砰砰砰 五隻的安打 這球非常勇敢 塞在內角 直接定住了劉姬宏 唯一一位300轟的打者 這顆內角的變速球 三件出局 哎呦 記了記了 這一球 打到整個人躺在地上了啦 到底在哪裡 出去啦 第21紅 哇 躺著打也是全壘打 太浪漫了 記了記了巩冠 直接讓台岡開魯閣 三名的右打者 徐明過了劉姬宏 過了林智勝 但他過不了 給你給到巩冠這一關 11比0了 哇 但是外角的訴求 哨紅出棒 遭到了三陣 右半邊的平飛安打 雖然說有11分的落後 但是球員還在場上 努力的進攻 四外球保送 打在了榜頭上 最後是要交給三壘手劉姬宏 右半邊的飛球 張宏佳下後退 完成了截殺 二壘上的春節現在往三壘來推進 兩出局 現在跑者競爭到一三壘 最後在內側 李超是在六局下上癮的小劇場 即便被攻占到三壘 還是能化解危機 把球帶到了中左半邊方向 來看到最後是形成了德州安打 哇 郭天津今天是怎麼打怎麼有 哇打得很紮實 真的是天哥有安打 鎮宇就跟上 兩位解禁二人組 打了六支安打 哇 希望 第六局有串聯過一次 國底球在二壘方向 最後看到黃潔西先踩二壘 再往一壘傳就傳歪了 對 這次的六四三就穩穩地抓了下來 還是太高 三顆四縫線直球想要去走好球帶上圓 但是都沒有通過 這一球來看到劉淇宏在左半邊的飛球 哇高聖恩這一下沒接到的話 就要有得跑了 哇現在來看看鎮宏可以跑幾個壘包了 過二壘到三壘應該是沒問題啊 哇 高聖恩有一點猶豫喔 那猶豫之下就要付出代價了 劉淇宏的三連安打 哇但是 這樣還是老的啦 球路一高起來 大師兄絕對不跟你客氣的 帶回了第十三分 滾地球在左半邊 還是越過了林佳宏的防線 給大家看到我今天啊 萌打賞完成 哇他在這個系列賽 打到沒朋友了 哇幾乎 講照找不到車啊 今天就他最悶 哇真的假的啦 固定性 這是要林今年第28場的出賽 哎呦這一棒衝來也是打得不錯耶 意思到了 對 回到一軍之後那種責任來 其實表現得還蠻不錯的 二壘的滾地球 黃潔西直接拋給了一壘手 我要林上來是化解了失分危機 但這一球就沒有辦法修進去了 超級算來先投出了4塊球保送 面對到的是魔鷹 第一球就出棒了 哎呦張鎮宇 今天不只打得好 手臂更好 硬是扛住了一隻有可能行程的安打 滾地球來看到 尤其龍接到之後 先看二壘的跑者 再往一壘送 五傳三的出局 哇 四塊球保送 第二個BB了 滾地球在二壘方向 尤其龍接到之後送向一壘 即便八局下投出兩次的保送 超級仍舊沒有丟掉任何的分數 雙方維持在14比0 開箱 過去在日本吃棒的一隻選手 吉田一將 他是13年 日子歐利是第一指名的球員 過去在日本 從先發投到中繼去了 打同一個世代的選手 三壘的滾地球 接到之後行進間的傳球 行雲流水 抓到了來到台灣的第一個出局數 碰在棒頭上 二壘方向 王傑西送向一壘 完全四傳三的出局 喔 這一棒在右半邊 哎呀 哇 結果沒有接到 現在來看一下從二壘 哇 好動 最後 劉基鴻是在二壘 遭到了takeout出局 吉田一將來到中植的第一場出賽 最終是順利的解決了三位的打者 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到比賽現場 劉基鴻是在三壘 擠壓到了在三壘側 又要來考驗劉基鴻的防守 沒問題 一出局 打得很高 沒有掌握好 中到了過天性 這個變化球其實有點帶絲頭的位置 右半邊的滾地球出界 高的位置 最後才好奇演出了奪三陣 也終結掉了三連戰的第三場比賽 我學龍隊在這場賽事超過20隻的安打 最終是以14比0 14分之差完封了台岡雄英 中斷了四連敗 至於龍隊比較可惜 沒有辦法把跟正式 雄英比較可惜 沒辦法把三連順往前推進